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喜歡吃美食的人都知道 彰化是一個擁有許多 傳統小吃的美食之都 但因為過去幾年我都在拍戲 沒有時間好好地拜訪彰化 所以這一次我來彰化 我就特別找了一個 外景節目的前輩 同時他也是我之前拍戲的前妻 我們歡迎 好好講 什麼叫做老baby 我不想要出來了 這一集我不想錄了 不行 一定要一下 為什麼 今天我們有一個主題很重要 所以才幫妳來 沒有問題 我跟你講 好歹 我們主題是前妻帶路 前妻帶路 那就這超普通的我 選我提誰 我跟你講好歹我之前這個壞景 也跑了一年多兩年是不是 彰化熟的人 真的 而且我要告訴你 我今天要帶你去的是 只有彰化再去的人才會知道 OK 加新火嗎 當然 OK 找我 走 青春前輩帶你去市場 彰化美食吃什麼看門道 這裡暗藏美味五珍寶 沒有門路你可是吃不到 彰化美食第一寶 肉圓的內餡卻被芋頭外皮環爆 玉丸一乾一湯吃出大驚奇 我還有隱藏菜單的絕粥 好好吃 這我真的真的沒看過 那個芋頭吃起來是 滿嘴芋頭的那個香味 但是它要保有水分 彰化美食第二寶 染人聖品超滋補 吃了會有下一胎來報到 超補 看了就覺得補 我看十二生肖都可以 彰化美食第三寶 就素這一味 是在外遊子的家鄉好味道 它外面那種酥酥的口感 很香 好吃 很正的 完全可以理解為什麼 彰化柔出外 還會賞面這個味道 彰化美食第四寶 想吃這道美食除了好運氣 可還要起得早 有一種幸福的滋味 是不是 我有一種想法 有點想要把它整攤滿光的 哇 幹嘛 彰化美食第五寶 原來台灣藏著世界名菜的好料 來一個四大名菜 四大名菜有哪四大 鮑魚 干貝 魚刺 魚刺 還有 干貝 邊吃邊找 邊找邊吃 我是在彰化挖掘珍寶的 愛玩客 惟毅 我知道我們現在要吃什麼了 一定是厲害的 對 因為你看 妄也忘記在這種傳統的市場裡面 一定都有一些在地的隱藏美食 沒錯 那我問你 彰化最有名的是什麼 肉丸 答對 但是我跟你說 因為我嘛 前輩前妻帶入 怎麼可能只有這些而已是不是 除了肉丸之外 當然還有一種 只有在地人才知道的東西 我們今天等一下 就是要帶你去吃這個吧 好 試試看 走 好 來 來 老闆... 你好 你好 我講得沒錯嘛 就是肉丸啊 好 我跟你講 除了肉丸之外 我是不是要帶你來吃 只有當地人才會知道另外一種 是 老闆娘 是 你們另外一項東西 除了肉丸以外 在地人才知道是誰 跟我們這個帥哥說一下 哦 是這個 玉丸 玉丸 跟別人覺得是不一樣的 口味食 玉圓就對了 對 玉丸 玉丸 玉丸是那個 糊糊的 哦 欸 這很特別 因為 我們一般看到都是肉丸嘛 知道彰化肉丸 但是 玉丸我是第一次看到耶 它外面這個感覺像是 有沒有 那個把那個 歐仔剉腔 然後像熊頭 對 用吃 對 我滿期待吃這個的 那不然我們再直接點一個 這個好不好 好 等一下 你以為事情就這麼簡單嗎 不知道要講什麼 事情不是說 是個壓力很簡單 老闆娘 妳的藏板那個還有沒有 有 我特別為你們留了 好 那等一下就交給妳處理一下 好不好 我們上桌啦 嘿嘿 我說小毅啊 前輩當然不是當假的 這次帶你來找尋彰化的 第一寶 就是這一家在鹿港市場內的 超人氣店家 傳染兩代的美味 周牌玉丸 入園大家都熟悉 不過這玉丸 可是只有鹿港才有的喔 隱藏版美食大公開 真的 這個我真的這個沒看過耶 是不是 對 肉丸常看到 對 肉丸台北也有 對 但是這個藕丸 彰化在裡面 真的沒看到 而且基本上 它所有的東西 就除了這個加了芋頭之外 其他跟肉丸都是一模一樣 聞起來香氣也是一樣的 其實我很喜歡吃肉丸 就是因為 它加這個米醬啊 我很喜歡就是甜甜的那一種的感覺 好吃 好好吃 非常的好吃 因為我原本會擔心說 芋頭太多會很乾 可是它這芋頭處理得非常好 那芋頭吃起來是滿嘴 那個芋頭的香味 對 但是它又保有水分 就有點像堪地那個感覺你知道嗎 然後再加上那個 它這個醬汁淋在上面 我覺得真的很好吃 真的 而且你知道為什麼我的表情 如此如此的陶醉 因為我很愛芋頭 它那個芋頭有要去做 它那個芋頭香整個在火腔裡面散開 是爆炸的那種散開 然後現在就是我可以了解 為什麼老闆娘說它裡面要包肉 因為就像你說的 因為如果擔芋頭的話會可能太乾 可是因為有那個肉的油脂 那個整個中和的那個層次 美妙 很舒服喔 而且喔 妳如果只有單吃這個芋頭 像我剛剛單吃的時候 妳剛剛講的這段話 我已經阻絕完畢吞下去了 我嘴巴都還是滿滿的 那個芋頭的那個香味 你知道好的芋頭就是會這樣 我跟你講 他們這邊的藕玩呢 有趣的地方就在 也不是有趣 厲害的地方就在說 它除了乾的之外 它還有湯的 加入湯的 厲害了吧 就是這一碗 對 試試看 我發現啊 因為我剛剛瓦的那一口 它上面有那個薑絲的那個香味 原本以為薑加上那個藕丸會怪 因為其實不會滿跳的 是嗎 因為它那個薑的那個味道 不會蓋過去 不會 然後會去襯托那個藕丸的香味 試試 如果說啦 這個乾的像在吃藕桂的那一種 讓它吃藕桂一樣的話 這個就比較像吃什麼 藕丸的感覺 不是 因為它帶了湯之後 就很像我們在吃藕丸那樣子 就是外表變得更Q了 它這邊已經是滿Q的 但是還是那個蚵仔的 藕丸的那個纖維比較粗 可是這個就經過這個高湯之後 它讓這個變得比較濕潤之後 其實外面那個變得就真的像藕丸 外面那一層 我了解你的意思 就是乾的你還是可以吃得到 它外面有一種就是比較乾的感覺 對 芋頭的那個纖維的感覺 對... 可是因為進了濕了之後 它整個那個湯汁 攝進去吸飽了之後 它整個外面那個蚵仔的那個感覺 會像蚵蚵外層 對 OK 我覺得你們這個很聰明耶 讓人家吃乾的吃湯的 可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口感耶 對... 很好吃耶 謝謝... 掌聲鼓勵... 這玉丸真的好好吃喔 外皮用滿滿的芋頭剉腔 而裡面包的則是像肉丸的餡料 在經過蒸煮料理後 吃入口中 芋頭的香氣與鬆軟的口感 瀰漫在嘴中 而這關鍵的原因在於老闆 對於芋頭都是選用現產新鮮的 哪裡有當季新鮮的 我們就用哪裡的 好讓大家隨時都可以品嘗到 最新鮮的芋頭 是說這一道就這麼厲害了 學姐剛剛說的隱藏料理 到底又是什麼呢 來 隱藏版的過來了 難怪這個沒有出現在菜單上面 就是這個 這是咕拉肉 沒錯 咕拉肉燈 對 是這一家我們老店 真的是隱藏版的 因為他們咕拉肉就是 是那種就是早上10點 然後因為咕拉肉他們是用大廚 在講廚房來的 所以它那個是限量的 賣完就沒有了 就是用他們這個湯底的 熬這個湯底的那個大骨 然後取下的肉 所以它那鍋湯其實就只有放固定的 這些大骨 沒錯 這個也很正點 很多有一些骨仔肉 肉會比較多 可是它全部這個都是 挑選在那個大骨頭旁邊的 就是膠質比較多 你知道還有帶一點筋的那個感覺 所以它不是肉很多 它是就是真的是筋跟那個 膠質很多 欸 真的耶 你看不只是這樣 我隨便撈也是喔 真的就像小一角 你看它這邊 它那個肉其實是有點薄薄碎碎的 然後連著它是那個 就是有點像就是那個筋的那個部分 感覺就是很棒 Q欸 真的 是不是 香 非常香 而且你知道很順口 滑順的感覺 對 但是我一個想法是因為 這個東西 如果拿來沾這個芋圓的醬 我覺得會非常好吃 那因為它這個醬非常好吃 我幫妳試試看 妳再看 好 不一樣的感覺 好 不相信妳可以問老闆 看這樣是不是那樣子 我們先吃吃看 當然 都不一樣 因為它這個醬甜甜的 會把那個肉的甜味再引出來 而且因為它那個醬 還有一種那個蒜的味道 對 好香喔 跟那個肉好搭 好 那我再教你一種吃法 吃完肉圓之後對不對 對 這個湯不要浪費 我真的不得不稱讚你 你真的很會 這個醬不要浪費 又不一樣的感覺 是吧 我了解 是吧 真的 因為如果說它這個菇拉肉圓 就是一個你知道 完整和濃郁的大補的精華 但是因為加了這個醬之後 就可以讓它有不一樣的層次 對 行家 除了想不到它才是行家 然後你看 就這樣整碗都不會浪費 可以吃光光的那一種 好棒喔 這裡除了玉丸和菇拉肉圓 當然也少不了彰化的名產肉圓 裡頭的肉餡更是我最喜歡 傳統保有大肉塊的那種肉圓 搭配著店家獨門的醬料 難怪人氣總是滿滿滿 老北鼻 我開始相信你是美食家了 原本我覺得不懂美食人 你自從吃了第一家之後 介紹我吃第一家之後 我覺得不錯 那現在我們要吃什麼 雖然我聽到老北鼻在稱呼 我不是很滿意 對 但是呢 因為你知道 我體諒你主持外景節目 太陽這麼大 這麼幸福 對不對 我帶你去吃一個很補的 很補 懶人聖品 OK 吃了這個之後 我保證你 真的喔 Go 阿斤妞 對啦 很清楚喔 我請一個帥哥 幫你繞三天好不好 好啊 等一下 要吃之前呢 誰要先勞動好不好 新人的那個工作就是這樣 沒有問題 這簡單 沒錯 你這是透酸已經透過了對不對 透過了啦 他應該就在這裡 穿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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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穿這個蛤蟆還有什麼技巧 那要水頭 穿去 要大天水 大天水 對 來… 再來我們要做什麼 好 老闆妞 你又說我來的 放下氣一點 不可以 這樣 不行啦 你這樣會擋住我的臉 你這樣會擋住我的臉 來… 老闆妞 他是偶像 他要偶像 我是偶像 他靠你吃飯了 他靠你吃飯了 你不能擋住我的臉 這個滿酷的耶 第一次看到這個東西 好 我們可以去煮 可以去煮了 可以去煮了 這樣比較那個 蛤蟆比較漂亮 蛤蟆比較漂亮 真的喔 不要淺乎下去 沒有錯 說到這彰化第二寶 那可就是不可不吃的蛤蟆咪囉 這一家位在巷內的小店面 外觀看似不太起眼 但在用餐時間 總是排滿了人群 而老闆娘更標榜了 使用逆滲透的水來燉湯 就是要讓客人吃得更加的安心 對了 剛才小義洗好了蛤蟆 那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這是大骨湯對不對 對 滾到的 很特別耶 用大骨湯 然後現在要燙這個蛤蟆 對 文宇 我覺得這個湯底很厲害 我現在它在滾的時候 我已經聞到滿滿那個 大骨的味道 對啊 可是我有個問題 一般我們那個吃蛤蟆 不都是用開水這樣燙一燙就好了 對啊 所以我說它這個湯很厲害 它等於是海陸高湯耶 你看現在這個蛤蟆是海味 然後加這個大骨湯 小心 小心 小心喔 對 很過癮耶 桃杰 妳們這個真的不愧是 妳就有跟妳說的 很浮的藍原身體 老闆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來啦 攪拌蛤蟆 攪拌蛤蟆 對 它要把它弄起來 這個畫面也很好看耶 不是 你幫它攪拌 我只要攪一下 它這個肉就會一直浮上來 對 對 這就是這樣 等一下 攪拌蛤蟆 對耶妳 對啊 妳要說老實在 要不要攪拌 對 還不會過手 我們來 它放在那邊 可以更一點 靜置冷水 對 你看看 滿滿 滿滿的耶 超浮 看了就覺得浮 可以生第三胎了 看蛇生效都可以 蛇生效都可以 哇塞 這蛤蟆才放下去攪拌瞬間 就一顆顆浮上來了 不過現在可不是吃驚的時候 浮上來的蛤蟆肉 不但要立刻用網子撈出來 還要馬上過冷水來阻斷加熱 為的就是要把這個蛤蟆肉 保持在最剛好的熟度 而接下來的步驟 聽說才是彰化蛤蟆味 最厲害 主要關鍵 我跟鳥 現在就是要把這個肉剝開 對 把肉剝起來 有什麼技巧嗎 沒有 就把它推出來 對 然後吃起來 就這麼簡單好了 對啊 文怡 我開始可以感受到 妳講說懶人聖母 妳這個是 在妳這裡吃蛤蟆是不用 沒有膠的對不對 對 因為妳有比較有多殼 那個一碗裡面都是殼沒有肉 哦 所以妳們照顧有蛤蟆就對了 對 我用這個就有了 因為這裡是黃金也有了 六港也有了 我感覺住在妳這裡很厲害 妳吃蛤蟆還要像這樣 老闆娘 我覺得這麼口氣很軟 妳帶我去喝喝涼的好嗎 好 讓她自己吃就好了 我們來去外面買涼的 好 走 加油 妳會有報應 加油 加油 當彰化人實在太幸福了 原來彰化的蛤蟆米好吃的關鍵 是在於老闆娘的貼心 雖然這個不用什麼技巧 但為了讓客人不用去殼 就可以吃到滿滿的蛤蟆 店家可是每天都要處理 非常大量的蛤蟆 好啦 雖然只有我一個人苦命的在做 但辛苦總是會有收穫的 我要來好好品嘗這一道好吃的 懶人聖品啦 經過一番辛苦的剝蛤蟆之後呢 終於可以吃了 到底誰辛苦了 謝謝理想這一番了 妳鍋是窩頭的 妳有看到嗎 對啊 但真的也太幸福了 你看這個滿滿的蛤蟆在上面 我跟你講 在台北是絕對看不到的 我覺得我們來目測 都來算一下這個蛤蟆有幾顆 最少十顆以上 喔不止不止 他這樣一撈 應該至少有二十顆 稍微看這樣就已經這麼多了 你看這樣就一匙 滿滿一匙喔 二 四 七 二 四 五 六 算數有問題 這邊已經超過了耶 是我們來這裡這麼多嗎 有一些用的比較多啦 有的比較多啦 本娘因為看我是帥哥跟美女 所以點我們比較多 所以二十七再加三 欸 總共三十顆耶 我不止了 三十一 還有還有 三十二顆 一般都幾顆 大概二十幾顆對不對 差不多 差不多 真的喔 老闆娘 這樣你們敢不然會受過胸肝嗎 對啊 對啊 你們這成本很高耶 對啊 現在那個蛤蟆很貴 對啊 對 但是 我記得那個 文怡剛好講的那句話 洗蛤蟆的時候說 辛苦的人才可以吃 所以幫你怎麼想吃 欸 等一下 我的蛤蟆為什麼會 我不止了 終於先吃 我先吃了 我先吃了 不管 有沒有 怎麼樣 好幸福喔 是不是 真的好幸福喔 那個蛤蟆超鮮的 而且重點是 它不會因為這個大鍋煮出來 然後那個蛤蟆就煮太久 變得很... 沒有 那個就吸不吸 肉變得很老 它那個蛤蟆是還有汁的感覺 還是很膨的感覺是不是 我覺得我應該再吃一口吃點 一口都沒有 沒關係 分離一點... 沒關係 因為有人剛說這個湯是什麼 海陸溝湯 對不對 對 我跟你講內行人很知道 吃別要什麼喝的湯 分離一點 不要覺得第一次來就把你下跑 有沒有 老闆娘 你們這個是有加味精嗎 沒有 那怎麼這麼甜 很鮮喔 好鮮喔 真的耶 我不誇張 這個湯真的是 完全就是你完全吃得到 那個大骨熬出來 那個肉甜的感覺 然後再加上蛤蟆的鮮度 這很棒 這有沒有開放加盟 就是在台北開會滿賺錢 真的滿賺錢的 觀眾朋友 我跟你們說 雖然李小儀把我碗裡的蛤蟆肉 偷個精光 但是光喝到這個海陸高湯 就已經值回票價了 除了以大骨跟蛤蟆精華燉煮的 高湯底 更加入了老闆娘自己手切 再親自炒鍋的肉燥 可見老闆娘對於料理的細節 一點也不馬虎喔 連湯帶麵一口吃下 超級美味的 還有這些店家手工製作的丸子 也都是老客人的最愛 接下來這個 可也是店家的招牌喔 讚 這聽說也是你的招牌 都是自己做的 你吃吃看 這個是... 雞捲 好迷你的雞捲 這個都露了 不是雞肉的 然後那個內餡的感覺 它有加了麵筋的麵筋 麵筋在裡面 跟那個唇枝 我覺得這還不錯 但是你可以幫我拿一下 後面那個辣椒醬 我覺得這個要加這個 這種甜醬 你看 你喜歡吃大辣嗎 因為多了以這個醬汁 我覺得會讓這個雞捲更舒服 有喔 有沒有 這個醬好 這個雞捲更好 而且還可以另外一個吃法 就是把它 我覺得如果把它泡在湯裡面 有人這樣吃喔 因為它不要放在裡面 可是放在裡面比較短啦 對啊 但是就是吸收一下湯的感覺 一龍雞捲兩種享受 一捲多吃 來彰化吃麵配雞捲 才是在地人的吃法 這裡的雞捲每一條 都是老闆娘自己手工製作 加入碧茄來增加口感 裹粉後快速油炸 吃起來是外皮酥脆 內餡卻非常的Q彈 給的量 又的料 可都是很豐富實在的喔 真的是碧點的美食啊 沒想到彰化居然有這麼多 厲害的美食珍寶 我更期待接下來的好料喔 雲小燕 我告訴你 接下來這個真的是只有巷子裡面 很裡面很裡面的彰化人 才會知道的 素食麵 素食 出菜很快的素食 那麥當勞是不是 台北吃一吃就好了 不吃那個素食 對 是我愛的那個素食 妳很誇張耶 怎樣 自己不愛吃肉就算了 然後連現在來吃這個 什麼彰化有名的也要吃素食 我跟你講你這個是不懂的人 才會這樣說 誰不懂 這一家是彰化 你知道出外遊子 去外打拼 唸書 還會想唸的那種素食麵 不是空話風 是素食麵 家鄉味就對了 對 沒錯 好 走 等著瞧 老闆娘 嗨 妳好 妳是李懿 李懿妳有偶像喔 對 我有偶像啊 我找妳有偶像要來講素食麵 對 我現在看我 對 對啊 沒有 不要這樣 妳要把我們老婆帶包嗎 好 好 要先帶包再吃嗎 對 要把我們帶包到 沒問題 妳偶像的意義很厲害 這是廚師啊 對 很明顯廚師 妳的反應好像 我給妳很多錢的同樣 沒有 先吃先吃先幫妳包 好 OK 好 正面請 好 讓學姐來跟妳說說 在彰化啊 素食餐廳普及率可是相當的高喔 原因有各種說法 但不論哪種原因 素食就成為了彰化有子想家的味道 而這一家素食店 雖然位於巷子中的巷子這麼的隱密 但可是被網友評為 來彰化不得不吃的美食店家 為了讓妳更加知道素食美味的奧妙 讓學姐只好再給妳一點功課囉 為什麼 明明是我的節目 我來都要我做 然後它在旁邊那裡 我是要讓妳體驗生活是不是 OK 好 沒關係 反正我們今天就是請大哥來教我們 包他們這個素食麵 這素食麵裡面要放這個就對了 是 要放這個就對了 這個豆包就對了 豆包是我們的民餐 招牌這樣嗎 對 這麼好的 很好的 要怎麼包 這是豆皮 這是豆皮 沾的要用很菱形 煎的要朝前菱形就對了 然後一些料 切料 妳這個料我看好像 這種其實已經滿香的 這裡面是 這是筍仔對不對 筍仔 筍仔香膏 沒有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素肉燥 素肉燥 對 它有香料在裡面 香料 麻油和薑膜 所以老闆你可以先炒過 炒過 兩種都要各自炒過 OK 這樣的可以嗎 要再多一點 再多一點 這個給的很實在 這樣 我現在要包這個 比妳是對的 你的筍仔太多 筍仔太多 筍仔 要影響嗎 妳有時候都比較多 如果那個倒包的話是3比2 筍仔是3 肚肉2 這樣它不會太鹹 喔 它比較有口感 這樣差不多了 好 來 兩邊折起來 折起來 然後下面 把它折起來 往內捲 往內捲 然後捲 這樣捲 欸這很像那個 太緊 太緊的話它 炸的時候會 都會破掉 會膨脹的時候 會爆開 要給它有點膨脹的空間就對了 對 如果太鬆的話 會散掉 所以它一定要黏得剛剛好 好 這樣可以嗎 可以 這樣可以嗎 還好吧 還有進步的空間 對 這要練習 每天練習 你這樣包多久了 包2020泥 妳也包2020泥 不是我在說 做這個豆包看似簡單 其實店家還是下了 許多功夫和細節的 像這餡料在包成豆包之前 必須先分開 調味炒過 再混合入味 而且比例一定得拿捏得剛好 才能同時擁有口感和香氣 不知道這豆包吃起來 是什麼滋味呢 學姐 我真的佩服妳 這個小小的素食店 其實有很多種東西可以吃 而且都是我愛的 我愛的小吃的模式 沒錯 對 來嘗試一下 你剛剛有那種辛苦包的豆包有沒有 我覺得 學姐因為先來對不對 學姐先吃 它這個豆皮 剛剛應該有看到吧 超有彈性 然後因為它是一個豆包啊 它是用炸的 所以它外面那種酥酥的口感很香 然後有下去之後 裡面那個剛剛那個 包的那個竹筍的餡 嗯 好吃 很正點 很正點 完全可以理解為什麼 彰化人出外還會想念這個味道 嗯 但是我想要 蘸一點這個油飯上面的這個甜醬 因為我感覺 炸物要蘸一點這種甜醬 好像會比較好吃 你真的很愛蘸醬耶 對啊 是很好吃的豆皮 嗯 可是它這個是沒有豆腥味的 它真的是 它都很炸鍋 但是它是外酥內嫩 嗯 然後因為我剛有蘸了一點那個醬汁 甜甜的還蠻好吃的 但我比較好奇的是 這個筍子啊 我知道現在是季節中心 如果沒有中心的時候怎麼辦 就是用那個 紅筍 湯筍 它是 高溫殺菌 然後裝 裝那個 鐵筒 這是綠竹筍嘛對不對 不是 那麻竹筍 麻竹筍 麻竹筍 因為它吃起來 是有筍子的甜味 對 很香 各位觀眾 我真的沒有想到 原來素食這麼好吃耶 這豆包外面的豆皮 雖然經過油炸 但不油膩 而且它非常的酥脆 吃到內餡 因為素肉燥 與筍子的比例抓得很好 一口吃進嘴裡 同時擁有素肉燥的Q 竹筍的脆口 和豆皮的彈性 真的超好吃的啦 而且這豆包 還不是只有這種吃法而已喔 OK 我光看就飽了 這碗這麼大碗 這裡面的料會不會有點太多 來…你們看一下 各位看官們 很大隻喔 超級無敵大的 然後剛剛的這個豆包 然後再加上這個 豆花錢 豆米 OK 你這碗應該沒燙吧 不會啦 銅板炸前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這樣只要三十五年 對 哇塞 便利商店都比較貴 太誇張 那台北不可能有這種價錢耶 好…我跟你講 剛吃完了這個乾的之後有沒有 一定要來嘗試一下 沙滿了這個 吸滿這個湯汁之後的這個豆包 我感覺更好吃喔 真的 對不對 你會喜歡 因為它這個炸過之後 然後吸滿那個湯汁 所以完全沒有那種所謂的 太令人會害怕的那種豆腥味 然後反而是那個湯的那種鮮甜的味道 剛剛為什麼我要沾醬 是因為我怕它會太乾 所以想說沾一點醬 然後多一點味道 但我喜歡這種 更喜歡這種 對 是因為它吸了湯汁之後 它外面那個酥只有降低一點點 但是它包覆著那個醬汁的香味 然後它讓裡面的這些塑料 跟那個湯是結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覺得是更好吃的 老天鵝啊 這麼大一碗綜合湯 真的只要三十五元 裡面還有各種豆製配料 老闆真的是佛心來著啊 還有這一碗素食麵 麵體與平常乾麵使用的黃麵不同 貼心更扁 但更容易吸附湯汁 配上店家熬煮的素肉燥滷汁 真的是超讚的 還有這裡的素食肉圓 也是必吃的店家招牌菜唷 現在才七點多快八點 你們女生不是都很愛睡覺 都睡到中午後的 這麼早起來幹嘛 其實我覺得有點累 不如我們再回去睡 對啊 不行啦 你知道有一些東西 俗話說得好 早起的鳥有蟲吃嘛是不是 排隊美食這種東西 如果你時間到了 你還沒有到的話 它是不會等你的 排隊美食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吃一個 這麼早就排隊的美食 我跟你講 彰化在地人早起才吃得到的美食 真的 真的 在一個碎眼輕鬆的狀態 吃得不輕鬆 因為要排隊 沒錯 好 走 走 沒有啊 奇怪了 這時間阿伯應該要來這兒啊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阿伯 他那個餐廁在推的路上 很多民眾就會跟他買了 所以有可能 路上就已經賣光 他就不賣了 你說攔截的意思嗎 對啊 那怎麼辦 進來 不然我們沿著他這樣子 就是推過來路線走走走看 好 好 那邊 好 試一下 好 奇怪的 怎麼到處都找不到攤車 看到了 原來真的已經在路上 被客人攔截了 這個賣了將近一夾子的小餐車 還真的是要運氣好才遇得到耶 快快快 還沒有被買光之前趕快去吃 才不枉費我這麼的早起 阿伯 阿伯 你好 你好 我買一份 幫我用我這個好不好 好 你買幾年了 你在這裡買幾年了 50幾年 50幾年 是阿公阿嬤的年紀 一個就好了 一個就好了 謝謝 你買這個是什麼 我看起來 這是基礎嗎 對 有沒有發現我們以前吃那個 減重有沒有 都是三角形 然後膨膨的那種 是 可是阿伯的那個基礎 它是扁扁的 壓扁的 對 它還是有一點像粽子的形狀 但是它是扁的 伯阿 你為什麼要把基礎攔截 跟它包包的方法好像不一樣 對 阿伯很扁 很扁 它下面是放那個冰塊 厚的那個冰塊 所以阿伯一直說 如果用成那種扁扁的三角形的話 它那個就是基礎 比較好編 比較容易編 比較冰冰涼涼的那種感覺 比較容易就是透 來了 你知道現在夏天很熱對不對 對啊 早上吃這個基礎 透心涼 是 不要 我剛才看到 你這個糖水 這是什麼 蜂蜜嗎 糖喔 對 糖下去煮的就對了 你自己煮的 對 喔 你吃一口就知道 為什麼它是排隊美食 好 怎麼樣 有一種幸福的滋味 是不是 因為它 它這個甜不會讓人會覺得很膩 重點是 就像阿伯講的 其實現在天氣非常熱 它這個是冰的 吃下去是冰的那種 但是重點是它這個 除了Q之外 它沒有那種像我們一般 外面吃到的基礎 就像那種鹼水味那麼重 有一個鹼味那種很重 我都很怕 這好吃的 好吃喔 很Q 舒服 對啊 那種夏天啊 吃這種冰跟涼涼的東西 這樣順下去之後你知道 那個涼是從裡面透出來的 對 好好吃喔 好吃 我覺得是好吃 阿伯 想說你的基礎 那個基味沒那麼濃 那個基會比較少 喔 會比較多就比較濃 南太高 喔 所以你的秘方就是你放比較少 對 我覺得我有一種想法 有點想要把它整攤滿光 哇 你說想要讓它今天就職休息 必早下班 這個糧粽很特別 冰涼的粽子帶有糯米 和竹葉的香氣 吃起來也非常的有彈性 而且阿伯將這粽子切成 方便一口食用的大小 搭配自己熬煮的糖水 在這個夏天 真的是最消暑的盛品 而且也算是季節限定商品喔 到了冬季就會改賣熱騰騰的包子 我想這台小餐車 它不僅販賣的是美食 更是陪伴許多陸港人長大的回憶 你看看 我們來才不大半小時 攤車都還沒移到定點 梁仲就被秒殺 可見真的很搶手 朋友們 阿伯只有一個人 如果你們要來吃 一定要有點耐心喔 欸 文藝 我覺得這一集的前妻帶路非常的不錯喔 是不是 你前面介紹的都很好吃 但是我們吃了這麼多好吃的東西之後 現在來這邊幹嘛 放眼望去全部都是菜園耶 我跟你講 既然是Ending壓軸的話 一定是要厲害的對不對 來一個四大名菜 四大名菜有哪四大 鮑魚 干貝 魚翅 還有 干貝 蝸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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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就不知道了吧 我不知道 它居然是四大名菜之一 你說的那個蝸牛是 像法國料理裡面那個蝸牛 你知道法國人 他就是最愛吃的就是蝸牛 沒錯 彰化最後一個珍寶 就是四大名菜之一的蝸牛 想不到吧 這一家小品蝸牛 可是台灣獨一無二 專業養殖蝸牛的農場喔 經過多年的研究 飼養改良 育育了許多品質優良的蝸牛 不過這蝸牛啊 學問還是太艱深了 我們還是請專業達人 來告訴小藝吧 大哥你好 你好 你這裡真的都是蝸牛 我剛才看過 好像都是 像菜一樣 對 我們這個地瓜底下都是蝸牛 它現在在地瓜底下休息 而且你這個蝸牛跟我們之前看到的 都不太 為什麼你這是白色的 對啊 我們園區是養白育蝸牛 是怎樣的賣 它是類似像外國人的白人的意思嗎 台灣也有白子的這個人 也是白化現象 它是一個突變種 而且我覺得很特別是 一般我們想像都是那種蝸牛 都一定是在山上遇到的時候 就是會那種在潮濕 比較潮濕的地方 對啊 或者是你知道下雨過後 對 蝸牛才會跑出來 對 但是怎麼會在這邊 這是對 太陽很大 你看太陽現在怎麼大 對 太陽很大 所以我們養在地瓜底下 它現在是躲起來 現在是米條的 在地瓜底下溫度大概30度 只要我們土壤 我們的土壤它保持一個濕度 就OK了 其實這邊的那個土的感覺 對 這個是濕的 就是有潮濕的感覺 有 這樣它就不會去曬死 如果你在這個走道上 它就會曬死 所以蝸牛也是會曬傷的 會 它缺水也會死 它缺水也會死 原來老闆當初就是因為 務農生意不太好 但為了不讓田地閒置 而開始養蝸牛 不過飼養蝸牛真的不簡單 老闆居然還把蚵仔的殼磨成粉 來餵蝸牛補充它的蓋子 我還真的是長知識 現在我們蝸牛也已經取完了 準備來跟老闆學習 怎麼處理蝸牛囉 園長 這樣這邊由我來問了 因為我的partner 已經開始有點緊張了 他臉色已經大概 跟蝸牛一樣慘白了 沒有 好嚴重 你知道嗎 一隻一隻看還好 放在一籠的時候 你不要過來 有一種蝸牛的密集恐懼症的感覺 好 那我來問 這蝸牛跟我們剛剛採的 那個蝸牛不大一樣 這怎麼那麼乾淨 對 我們要宰沙處理之前 會先進空兩天 什麼意思 就是兩天不讓牠吃東西 只讓牠喝水 把牠的食道 一些沙子 一些菜渣 全部把它消化掉 OK 對 這樣我們吃起來才會 乾淨 才會會死 是這樣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現在水滾了 現在做汆燙的動作 那要做之前 我們要請牠縮進去 縮進去 你趕快進去吧 吸牠 對 下一下 對 拌一拌 用手 拉拉 牠就會進去了 驚嚇 驚嚇牠 對 對 這樣 對 輕一下 其實這個作用真的跟我們那時候 去趕那個虱目魚一樣 那時候我們去抓那個虱目魚 牠一樣要坐那個船 然後去拍打那個水面去嚇牠 然後讓牠雲再來飛去 這意思也是 你看 對 我只是這樣拉一下之後 牠全部都已經縮進去了 對啦 這樣看起來好多了 我現在舒服很多 很像滑滑 而且 這個滿滿的都是那個 像那個面膜裡面的精華液 這個就是牠的一個特點 那個黏液是 對 這個做保養品很好的 對啊 我覺得我現在這隻手 感覺年輕了 大概有個五六歲的感覺 你知道你出外景 然後曬太陽有沒有 鼻部乾燥 你這樣滋滾一下 我也沒有 可是我覺得你臉都會好 你不要吃 你不要吃 他尖叫了 天啊 這還是我第一次料理蝸牛耶 蝸牛必須先以滾水 汆燙三分鐘 撈起之後去除掉內臟 再以檸檬汁洗掉它的黏液 這些步驟完成之後 才能將蝸牛拿來料理 你們看 沒想到這麼大一隻的蝸牛 能吃的部分 竟然只有這麼小一塊 雲儀 我真的覺得要吃到一隻蝸牛 不容易 好辛苦 很累 而且牠就是剩下清理完之後 只剩下這樣一點點 真的 我跟妳講 今天這個得來不易 一定要好好地犒賞一下自己 對 是不是 來 我們要先吃吃看 好啊 比較常見的這個 蠻經典的霸式焗烤 我們要給你們看 好 來 蒜 如何 好香 因為我很喜歡那個香蒜的味道 然後它吃起來 就是很有嚼勁 很Q 非常非常的彈牙 而且它的肉是滿甜的 本身肉質其實應該沒有太大的味道 可是它就是藉由香蒜的感覺 去讓醬汁拔在上面 那就真的是比較像我們在台北 比較常吃到西式料理裡面 就類似烤天螺 但是我相信牠們是不一樣的 只是說它的作法是有點類似的 哇塞 沒想到蝸牛真的是很好吃耶 這一道奶油香蒜芋蘿 大家應該不陌生 搭配白醬以及蒜香來提味 是法式的經典做法 再來這個椒鹽芋蘿 被麵衣包裹住的肉 配上炒過的蒜酥、蔥酥 便有了另外一種新的風味 老闆說 其實蝸牛本身不帶有味道 只要你給牠好的調味 牠就能夠變身各種好吃的料理 那這個是什麼 這是炒九層塔 蝸牛你要做什麼食材 你給牠加了什麼味道 牠就是什麼味道 這一道我們就加了一個 九層塔的一個香味 就是我們感覺像在吃熱炒店 你知道嗎 炒蝸 炒蝸吧 差不多 但是主角不一樣 我們的主角是白玉蝸牛 當然這個在外面應該是吃不到的 我們在熱炒店吃到的是 黑色的蝸牛 我們就是白玉蝸牛 我們可以吃吃看牠的 跟黑色的蝸牛哪裡不一樣 應該口感應該會不會差很多 我喜歡這個 因為這個九層塔 它除了九層塔的香之外 它還有那個醬是甜甜的 然後這個蝸牛又跟 剛剛這兩種不一樣 它比較 應該說 剛剛那個蒜香的話 它是味道比較久 可是這個的話 它還有加一點韌性 有一個脆度在裡面 我知道它像什麼 那什麼 鮑魚 對 很內行耶 這個就是人家說的 路上鮑魚 對啦 但是它比鮑魚更嫩 因為有時候 我們不管是那種南非鮑 或是你在外面大餐廳吃一些鮑魚 它有時候會比較 可能因為肉厚的關係會比較硬 會要咬比較久 可是這個是鮑魚 口感非常的像鮑魚 但是它比鮑魚更為軟嫩 而且因為鮑魚的這種口感的東西 本來就很適合做這種料理的方式 因為它很容易吸附這個醬汁 然後配著辛香料 一起入口之後 就是除了吃醬汁的鮮味之外 就是它有吃它本身乳肉的甜味 有 我覺得這道菜真的有體會到 為什麼蝸牛會成為四大名菜成分 對 它真的完全不輸給鮑魚 四大名菜果然不是當獎 蝸牛它除了口感更勝於鮑魚之外 其實它的營養價值也非常的高 而且它零膽固醇 在國際上更有軟黃金之稱 這次好在有學姐帶入 讓我了解到原來彰化的珍寶美食 這麼多更透過於每一個店家的交流 讓我更貼近彰化的在地風情 以及傳統小吃的精神 我是愛玩客 下次將繼續帶你挖掘獨特美食